作为2019厦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重要活动之一的一带一路共创新思路投资香港研讨会9月8日下午在厦门国际会讲中心举行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投资推广署助理署长邓志良出席研讨会并致辞 在接受中心设计者专访时邓志良指出 香港拥有多元的专业服务 内地企业可以利用香港营商环境及融资平台优势 把握一带一路建设商机拓展海外业务 很多有潜力的企业它都希望能够有个很好的平台 方便他们能够到海外不同的地方继续这个投资发展 实施香港非常的愿意也有这个能力干好这个平台方面的工作 因为我们在这个税制方面 我们在人才方面我们在法律方面都有我们的特徒性 近年来香港与内地城市携手同行 积极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在区域协同 机制体制创新 以及厂学研成果转化等方面不断取得新突破 邓志良表示 香港要发挥自身优势 吸引人才和大湾区城市优势互补 共同推动经济发展 希望能够吸引更多人才能够在香港重新研发 好像就是在超新科技方面的研发 在研发的阶段能够在香港进行 研发以后怎么样的这个结果 商品化 我们希望能够透过内地的 好像就是大湾区这个港澳大湾的结果不同的城市 当到这个角色 我们就是有一个协同方面的互帮 互上这个帮忙各自的优势 就是发挥出来了 做一个更好的这个这个这个经济方面的发展 提及近期香港暴力示威者的极端非法暴力行为 邓志良用台风来做比喻 他表示 止暴治乱 恢复安宁是当务之急 投资推广署要加倍努力 让东方明珠更加明亮 这个台风要来的时间 也要去的时候了吧 我们就是存在硬件了 还有就是现在就希望能够干得更好 我们在投资推广署这个工作方面 实际就应该加倍的努力 让这个不同的企业 对香港的运势更清楚 让这个台风过去之后 东方蜘蛛就正干明亮了吧 记者了解到 本次研讨会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投资推广署 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 联络办公室经济部贸易处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驻越经济贸易办事处 共同主办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引证尽关门 周南 Încurig 当然 永远 当然 特别行政区 共同主摄 Mog